女孩卡洛林生活在一个重组家庭里 她长得很漂亮 却总是遇不到真心对她的人 这天卡洛林又失恋了 她心情沮丧地来到自己工作的咖啡厅 发现同店的亚当手被划破了 便细心地帮她把伤口包扎了起来 亚当性格内向 极少和人交谈 开朗的卡洛林主动与她说话 还打句说 她闻起来就像自己喜欢的冷山树 晚上 两个皮里皮气的小流氓来到咖啡厅 他们故意给卡洛林制造麻烦 还在下班后试图强奸她 卡洛林被他们打昏了 这时亚当及时赶到 将两人打翻 救出了卡洛林 亚当把昏迷的卡洛林 抱回家门口的厂椅上 一直守着她 卡洛林请来后 亚当便匆匆离开了 受惊的卡洛林请假了一周 才回去上班 在店里 他听到老板说 在医院看到了那两个小流氓 不知被什么人打得伤痕累累 卡洛林意识到是亚当救了她 便向亚当致谢 亚当坦白说 自己常常在她步行回家时 偷偷护送她 并向她道歉 说自己来得太晚 让她受惊了 卡洛林很惊讶 同事心敌私下告诉卡洛林 亚当身上有猴子的器官 卡洛林觉得很荒谬 但她路过后厨时 却偶然发现 亚当胸口真的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平安夜 又轮到卡洛林上夜班 她让弟弟午夜两点来接她 但弟弟却在家睡着了 亚当走出来送她回家 两人来到亚当的小屋 卡洛林发现 亚当经常失眠 而且生活得很孤独 第二天 圣诞节到了 卡洛林从温暖的卧室醒来 发现房间里有一棵冷山色的圣诞树 她欣喜不已 带上自己烤的饼干去拜访亚当 祝她圣诞快乐 亚当害羞地笑了 她第一次开口叫了她的名字 给她听了自己珍藏的旧长篇 并告诉卡洛林 自己是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孤儿 小时候 修女们对她说 她母亲死于大森林 父亲是个冒险家 为了寻找给她治病的资金 去山洞里偷走了费费王的宝藏 愤怒的费费王杀死了她的父亲 但发现她父亲是为了救儿子 才挺而走险时 她愧疚不已 把自己的心脏送给了亚当 卡洛林认为 这只是修女们为了安慰亚当而编的童话 但她还是温柔地抱住了亚当 让她像孩子一样 在自己怀里哭泣 并承诺自己会一直爱她 陪在她身边 然而 好景不长 两个小流氓出院后 决定报复亚当 他们趁没人时 对毫无防备的亚当拳打脚踢 将一把匕首插进了她的腹部后 便逃之夭夭 亚当挣扎着走到店门口 卡洛林将她送到医院 而后配合警方指证了犯罪嫌疑人 医生告诉卡洛林 亚当的心脏是先天性畸形 需要进行移植手术 但亚当并不愿意 他担心换了心脏后 自己便不会再像从前一样爱卡洛林 因为拿走心脏 就是拿走了她对她的爱 就是拿走了她给她的安宁 两人开始了甜蜜的恋爱生活 他们一起散步 一起跳舞 一起聚会 亚当也变得开朗起来 在他生日这天 亚当却为卡洛林准备了礼物 并说 晚点他们一起打开 卡洛林带他去看了曲棍球比赛 亚当接住了一颗飞到场外的球 并答应卡洛林 明年会为他再接一颗 但车开到家时 卡洛林却惊觉 亚当已在睡梦中逝去 葬礼结束后 心碎的卡洛林 再次来到亚当的小屋 打开那份 没来得及拆开的礼物 发现里面是亚当的唱片 和一张他们的合照 照片背面写着 亲爱的卡洛林 我所有的梦想都已实现 我遇见了你 并把你放在心上 我的生命便永远不会结束 像牧师在亚当葬礼上 说的道词一样 爱永不会死 亚当像天使一样守护着卡洛林 给了他最纯真的爱 而卡洛林也像天使一样 温暖了亚当 孤独的心